欢迎回到展示面生化之道 咱们这节课是第一个板块 展示面理论认知的最后一节课 这节课的标题打在屏幕上了 叫做三要素的巩固与进阶认知 咱们这节课主要是通过课堂练习 更多的案例的分析 来帮助你对三要素进行一个更加巩固 和进一步的一个掌握和学习 好话不多说 我们来讲讲 我们来开始看到咱们这节课的案例 我们来看到第二张PPT 好 出了一道现场的题目给你 以下照片 请问你 第一眼看完之后 你告诉我这三张照片 它的三要素哪一项没有做好 我们只说它最没有做好的一项 好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三 二 一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答案 第一张照片 它的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什么 它的环境 它的环境其实就是一个窗帘 而且它为了 不让整个背后的更凌乱的环境体现出来 它是用一个类似于遮帘子的一个方法去遮住了 但是就并没有改变什么 这个环境依然是不大OK的 这个环境它不大OK的一个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男生穿的挺酷酷的 其实这个男生他长得也不丑 白白嫩嫩的 稀皮嫩肉的 然后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打扮 但是后面的这个环境拉垮了 他喝水的这个动作 这么酷酷的一身手表和帽子的造型 他不应该在自己的大学寝室里面做 对吧 这一看就是一个大学寝室的感觉 所以第一张照片的缺点在于环境 不知道这个环境到底是怎么一个简陋法 好 第二张照片咱们见过 咱们就不卖关子了 第二张照片也是环境 男生的形象的话 还过得去穿搭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很简陋的环境 让这张照片整体拉垮 第三张照片的问题在哪 第三张照片的问题更加的有点 不好意思提了 是这个男生的形象 甚至直接说这个男生的颜值 这个男生的颜值他并不帅 但是他偏要把自己这张不帅的脸 毫无保留 毫无遗漏的去展现在镜头面前 这是一个自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 这张照片中间 这个环境还行 对吧 还是不错的 这张照片中间的话 你说审美价值 他的镜头构图一看 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男生 一方面是他的颜值不过关 另外一方面是这个男生 他整个一个喝奶茶的造型太刻意了 所以这张照片使这个人物形象 尤其是颜值出了问题 能不能够看到这些照片 一眼看出他没有做好 你的三要素掌握的好坏也是很明显的 第二点 你能够看出这三张照片 他的三要素分别有哪里没做好 这个也是另一个很关系到什么 也是很关系到你能够一针见血的去知道 不同的照片到底哪里可以提高 这也是很重要的 好 第一个练习做完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PPT 好 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请你告诉我这张展示面 它的优缺点在哪里 好 还是老样子 你可以自己暂停 只给你三秒时间 三 二 一 好 首先我想告诉你 这张照片 我觉得它不是一张合格的展示面 好 我们来说一说原因 首先我们来说到这张照片的优点 首先这张照片的环境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高档的一个客厅 或者酒店 或者是大堂这样的一个环境 有灯光 有那个装饰 照那个沙发的质量和那个茶几都还不错 所以环境还不错 第二点 这张照片的构图也不错 男生的位置也好 他近景是一个茶几 对吧 远景 中景的话是一个沙发 在远景是一个落地窗 构图也还没问题 男生也在一个明显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 但是这张照片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点 这个男人的穿搭和这个环境不一样 这个环境明显是一个稀释的 可能你应该穿的休闲正装 或者穿一套那个英伦风格的衣服 更适合这边 但是这个男生 他穿着一套那个不伦不类的衣服就出现了 那顶帽子更加的是口粉 对吧 这顶帽子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热带的一个城市 怎么会戴这种帽子 总而言之 这个帽子不大合适 而且这个男生你要是仔细看的话 他在他的身边 放着一个他的书包 那个书包更加告诉各位 他是一个过路人 他可能是一个蹭价值的人 所以个人的穿搭和环境不符 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个人的造型太过随意了 对吧 我们说人要在镜头面前放松 但是他这个不是放松 他这个是垮掉了 所以说这张照片看不出颜值 也看不出他的身材 也他的衣服又和环境不搭 所以这个整个人物的那个元素 在这张照片里面是不加分的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 第三个 我们再来吹毛求辞一下 桌上的有一个东西 它不应该出现 那个茶几上不是那盆花 而是什么 这个花边上有一个名牌 叫做静止吸烟 但凡我们还记得 我们的那个展示面的环境及格线 你还要记得叫做不凌乱 不凌乱不是说一定要乱七八糟 而是要把那些多余的元素 要从你的照片中间拿走 要这么细才行 所以桌上有多余的元素 这个元素反而还拉低了 整张照片的一个价值 我刚刚还在猜说 哎呀 不要我误会这个同学了 这个同学可能在东南亚 所以说他这么个造型是有理由的 但是桌上的那个名牌告诉你 他在国内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 想要去尝试拍出高档展示面 但是失败的人 所以这张照片很多的细节 反而暴露出了一个点 这个男生他应该不是一个高价值的人 所以他在这个照片里面再怎么样 当你看透了他的时候 这张照片已经不可能有一个高的评分了 你在看一张照片的时候 能不能够看出这张照片中间的门道 我们就要去承认他的优点 也不能去放过他的任何缺点 因为你对别人的缺点 越能够知道 这也是你能够注意到自己的第一步 好 看完了这两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道练习 看到下一张PPT 请问以下三张展示面 分别哪里可以去提升 老样子给你三秒钟时间 三 二 一 好 我们开始说 从第一张开始说 第一张照片 构图也OK 男生也在分割线上 这个环境也很不错 男生穿的也很不错 都没问题 唯一可以吹毛求疵 说这个男生不足的地方是什么 你同学说了物质价值 物质价值的话 我倒不着急 我觉得是这个男生的姿势 这个男生为了去搭一下 他边上这个道具 这个玩偶 他的肩膀是有点怂起的 有一种 就是打个不下当的比方 有种攀长相 偏要去和姚明勾件搭配的感觉 反而他把自己的形象 弄得有点这么的不自然和不协调 所以第一张照片的提升之处是 造型可以更加的舒适一些 不用这么的勾件搭配 好 这是第一张 我们来看到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张典型的 间接展示物质价值的照片 它的背后是苏州的一片荆棘湖 我要是没猜错 是一个苏州的一个高档的五星级酒店 是一个落地窗 而且窗边就是一个床 可见是一个湖景房 很高档的 那么这张这么高级的展示面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 记住我们只是吹毛求疵 我们没有任何的否定 这张展示面的意思 这张展示面已经是一张 高价值展示面了 如果硬要我挑 我觉得这张展示面 可以做好的地方是 它可以再增加一点色彩 环境中的色彩 可以再多一两个颜色 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这张照片 大面积的白色 床单是白色的 穿着也是白色的 背后窗外的颜色也是淡色的 这张照片的颜色 太素了 但凡这张照片的话 在它的床单上 在它的被子上 放几样深色的东西 可能只是一个深色的包装 可能只是一个深红色的 或者说是黑色的 这么一个元素 这张照片 它的颜色的色彩 会更加的棒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的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一张 秒杀很多同学的 那个展示面了 好我们来看到第三张 第三张照片 它可以提升的地方在哪 我给它的建议是 它的穿搭 可以和这个环境 再更加的搭配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环境是什么 是一个球鞋的 这么一个艺术展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哇一排球鞋堆在那边 对吧 在这个球鞋的 这个艺术展上面的话 你穿着一身风衣 就有点尴尬了 是吧 如果你穿的也是一套 运动的衣服的话 就会呼应起来 你穿的更加的休闲一点 也会更呼应 但是风衣这种 比较正式 比较有腔调的衣服 它好像跟运动 它不是很合适 而且这个男生的话 大家要是再吹毛求辞一点 这个男生穿的那双鞋 跟这套衣服 还是有一点点不那么搭的 没错吧 所以各位 这三张已经是很不错的照片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提升的地方 去让它变得更好 精益求精 学无止境 好 各位 到这边为止 咱们对展示面三要素中间的 一些知识点的巩固 咱们讲完 你是不是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能够也反映出来很多 足够多的 足够快 针对每一张照片的一个 相关的知识点 你可以吗 好 我们来往下 看到这节课的后半部分 我们来看到下张PPT 我们从这边开始讲的是 三要素的进阶认知 好 我们还是通过按理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来看到下张PPT 看到这个环境 请问你 这张环境是否合格 这个男生 摊在一个沙发上 然后前面的话 放着几个有麻袋 有行李箱的 很凌乱 请问你觉得这张照片的环境合格吗 好 我相信你大概率会说 这个环境不合格 但是任何事情 它都不是绝对的 这张照片的话 它环境确实不合格 但是 它有钱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的一个解读 道具的物质价值 平衡了环境的凌乱 以及它动作的过于随意 就是有钱人 你想干嘛都行 就这么简单 这张照片其实是过于的随意的 但是面前放着一个大大的包 以及我们看到落地窗外的话 是一辆高级的SUV车 那个轿车 这个男生是不可小觑的 就是我有钱 我可以这样子做 你没钱 你就不能这样子做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要向金钱提头 所以这张照片 它不凌乱 这张照片的环境 它不凌乱 它是什么 它叫凌乱美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都分两面看 我们要是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环境也很乱 这个男生也很破 但是仔细一看 这个男生好帅 好 OK 你牛逼 你是在故意搞反差 我没话说 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你的展示面 明白了吧 所以任何的东西 咱们都知道 都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凌乱也有一种叫做凌乱美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PPT 我们来看到这两张照片 他们都没有露脸 请问他们算不算是合格展示面 你可能会说 那个不露脸应该也算吧 确实 各位 三要素 环境 形象和价值 只要在你家这三个元素中间 你要是总分加起来 能够超过两分 因为一个算一分 你只要总分加起来超过两分 你还是一张很硬邦邦 很牛逼的展示面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两张展示面 左边这一张 哇 这个男生虽然没有露脸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穿的衣服是一身正装 是西服 而且是专车在接送他 对吧 而且我们再看到的是 这张照片中间的光影很不错 而且这个男生取景的 这个镜头的角度很会拍 他除了没有露脸之外 他其他的元素都做得足够的出色 因此上 这是一张 OK的展示面 这是一张可以点缀在他朋友圈中间的一张 虽然我不露脸 但是我通过这几样要素 我绝对能够相信 这是一个优质的男生 这就是三要素中间的一个 你需要进一步认知的展示点 当几个元素做得足够好的时候 其中一定包括价值元素 当几个元素做足够好的时候 你会默认他是一个足够优秀的人 所以展示面三要素 管理三要素 但是在真实的去判断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变通思维 我们再来看到右边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话没露脸 但是他的穿搭还是很酷的 另外他的环境很独特 另外他的构图很棒 另外他在照片中间呈现出来的一种姿态 所以他是一张很及格的凸显审美的展示面 他可能没有价值 但是他的审美价值 他的穿搭中间的品位 他的环境挑选的品位拉满 所以这也是一张OK的不露脸展示面 好我们来看到文字部分 都是合格展示面 在环境价值及穿搭等方面都做得足够出色 虽然没有露脸 但其他元素足以令人相信 这是一个优秀的男生 各位要让别人知道你优秀 这才是这张照片最关键的地方 很多男生就会自欺欺人说 我这样拍他们应该觉得我挺优秀的 但是在别人看来又没那么优秀 这就是自欺欺人了 好我们来看到下个指示点 也是这节课的最后一个指示点了 请问以下几张展示面 他们是不是都是合格的展示面 好想一想三秒钟 然后我们来揭晓答案 三二一 好三秒钟时间到 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有同学可能会说了 第一张可能不是第二张怎么样 好我来告诉大家一个 那你们可能没想到的答案 这四张展示面都是合格的展示面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文字部分 第二点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 那么再来看到第三点 除了照片二之外 其他的展示面作为日常水平的展示面 都是合格的 第一张照片 男生可能是在自己家里面 做了一张随性的自拍 但是环境足够整洁 他穿的足够有个性 长得也很帅 虽然说审美价值和物质价值并没有多高 但是日常生活中间能够有这么一个帅帅的 然后又有腔调的男生 足够吸引很多女生注意了 对吧 我们来看到第三张照片也是 这个男生穿的也很一般 环境的话也没有多高 他的动作也很随便 但是他的颜值不低 而且的话 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间去到这种地方吃饭 能够表现出来一种自己精致的日常 也足以去让足够多的女生认可他 第四张照片也是 这个男生的话 他的形象和那个就是环境的话 都还有待讨论 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威尼斯人酒店 我要没记错 我因为那个我也不记得了 我就不 反正他告诉我他去过拉斯维加斯 所以第四张照片是一个有高价值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男生说 我去了很高档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同时我在那边随意的拍了张照片留意 可以了 你们来了吗 你们来不了 我虽然是随意一拍 但是价值已经碾压过很多的人了 所以这三张照片 在日常展示面的平定范围之内 他们都是可以上得了台面的 所以只有第二张照片 我们可以说有点大片的感觉 他的玄境 他的背后的蓝天 他的穿搭 这张照片的滤镜 第二张照片是大片的感觉 所以第二张照片 它的起评分 或者说它的评分档次 会比另外三张要搞很多 但是 我们来看到第四点 如果说你所有的照片 都像第二张一样 朋友圈全是青一色的 像第二张一样 精修的 然后都是高价值的 有一点不接地气 除非你真的这么优秀 你真的这么优秀 你不会来看我的课 是吧 所以说 如果说你的照片都像二一样 出现在你的朋友圈 那也有点过头 因此上我们要做到什么 一三四和二 这两种不同档次的展示面 轮番的轮流的穿插的 出现在你的朋友圈 这才是一个更加真实 和接地气的朋友圈 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五点 生活中的合格展示面 与精致展示面 需要互相的穿插和都有 这样你的展示面 才会合格 那么具体 到底不同水平的展示面 应该呈现的比例是多少 这些细节的知识点 我们在第四个板块 个人IP经营中间 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OK 到这边为止 我们来看到下张PPT 展示面认知 到这边就全部讲完了 希望通过这个板块 展示面认知这个板块 能帮助你 对一张展示面中间 它到底需要有哪些元素 它需要到底怎么样 才算是好 能够有一个系统的认知和了解 之后再去看到 任何展示面的时候 你能够内行看门道 能够从门门道道上去 指出一张照片 它好在哪 不好在哪 你甚至可以给它提供建议 这是我希望你看完这个板块 能够获得的一个能力 好 展示面认知 咱们这个板块 到这边全部结束 下一个板块 我们来教你 怎么样去真正的拍好展示面 好 展示面升华之道